台湾马自达宣布2025年是Mazda CX-5正式上市 于7月31前领牌便可想配备升级或限时优惠 车型编程和建议售价为20S Select 107.9万元起 20S Select Plus 116.9万元起 25T AWD GT Premium 139.9万元起 2025年是Mazda CX-5入门车型20S Select 限时升级Hands Free感应时电动尾门 20S Select Plus限时升级支援前挡头影视全彩汉 及Master Connect Navi进阶卫星导航系统 旗舰车型25T AWD GT Premium则推出旗舰限定价139.9万元 2025年是CX-5 2.0升自然进气引擎 维持165PS 6000rpm与21.7kgm 4000rpm的表现 而2.5T涡轮增压引擎则拥有 230PS 5000rpm最大马力与42.8kgm 2000rpm峰值扭力 均搭配SkyActive Drive 6速手自排系统 复制会驾驶模式选择 车辆动态管理系统 G-Li导引控制技术等 25T AWD GT Premium则拥有i-Active AWD智慧四轮驱动 以及Offroad循机辅助功能 作为品牌最倚重的销售主力 第二代CX-5自2017年推出至今已是市场中相当成熟的作品 无论外观、配备以及行路质感都拥有极高的水平 拥有许多同级对手所欠缺的东洋工艺美学 回顾前几年虽然面临大环境多方挑战车系 仍拥有亮眼的销售数字 这次借由新年式车型的推出 相信能再度刺激市场买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